冬冬腦 转转弯 会快快解决了问题 默默看 细细想 脑里会转出新方向 一理通不理明 明白乱计算可变简单 全心探讨数学 令到你的答案终会找到 是啊 这样就可以了 为什么我刚才想不到的 好 让我拿完笔记下 麻烦 咦 明明现在只有我一个人 为什么会有人带笔给我的 是我带给你的 数学王子 你是谁 对不起 对不起 你不用怕 我没有恶意 我叫做二十八 我都是来自整数王国 你平时计数都经常见到我 咦 那你突然离我这里干什么 我都是逼不得已才打扰你 我哥哥叫做二十四 他最近突然间失了钟 我到处都找不到他 我听闻数学王子 是神通广大 就来找你帮忙咯 这儿就是平方角了 怪不得你要我扮成这样 原来这里的人个个都是穿成这样的 咦 为什么你用过七字 七是我的幸运号码 是的 它们顶帽上面有个数字 页头前面又有个数字 两样东西究竟有什么关系 还有啊 数字的右上角有个很小的二字 又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哦 页头前面的数字是表示平方 也就是二次方 也就是一个数字字乘乘两次的数值 那个人头顶上面写着八的平方 就是表示八字乘两次 就是两个八相乘 就是六十四咯 我们不要说那么多了 现在又进城了 进城的时候要自然点 千万不要被人怀疑 那我们还不走 喂 你们两个慢走 等着 阿关 你快点 我们来这儿吧 皇帅 你们两个人冒充平方国的国文 所以会合成 不是 不是 我们没有假扮 不过你试的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你们两个还想搞比 请你进城前做一点准备功课 我们平方国的国文是分成六个部族 分别是 0 1 4 5 6 和 9 因為所有平方數的各位數都一定是這六個數的其中一種 好像十的平方就是100 十一的平方就是121 十二的平方就是144 十三的平方就是169 十四的平方就是196 十五的平方就是225 你們兩個看看自己的帽子 一個寫著7,一個寫著28 那還不是假帽呢? 最近我知道敵人想過來刺探我們的消息 你們是不是他們派來的奸細? 在這個時候我就唯有表露我的身份了 你聽著,我就是威名遠駁的數學王子 數學王子? 我們來這裡只是想幫我找回失蹤了的哥哥 你說你是數學王子,那我考考你 我和其他平方國的國民有什麼不同? 哦,很簡單而已 你們在帽子上面有個一字 就是說你樣樣都第一,比其他人更厲害 你不用麻口乖,你說清楚一點 平方國國民的數字和代表他們的平方數字是很不同的 因為一個數字經過自成之後都會有改變 好像二的平方是四,三的平方是九 但是一就不同了 一自成之後仍是一 所以一的平方仍然是一 那就是說,國王你是一國之君,是與別不同的 果然不愧是數學王子 只有你才明白 我和其他平方國國民是與別不同的 仁麗 是,皇上 快點準備點美食 我要好好地招呼這兩位貴賓 是 請 哇,好靚啊 哇,好靚啊 這食物上面寫著的數字 好像有一個規律一樣 各位同學 你們又能否看到這三個數字之間 究竟有甚麼規律呢 你都留意到呢 不用問 第四個數字當然是 一 二 三 四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你猜對了 不如你幫我擺放好食物 好啊 好啊 原來由一字組成的數字平方數 是這麼有趣的 他們還有一個很有趣的規律 哈哈 我今天真是好開心 我要通通快快和兩位喝一杯 糟了… 有人想入皇宮偷東西, 還被我撞到他井 那被他偷了些甚麼? 幸好我及時發現, 沒被他偷到東西 那你幹甚麼, 猛話閉 因為守衛以為我是賊 原來你們倆都不是好人, 人是? 是 幫我抓住你們倆 在這個時候, 解釋都沒用了 我唯有出絕招 走吧, 上將 這裏的人的服飾和平方角相差這麼遠 我想我們應該脫險的了 是啊, 這裏是平方根角, 你看看 他們每個人的額頭前面都會有一個很有趣的符號 這個符號就是平方根符號 這個符號的意思就是要找一個數字 它自成之後會等於符號裡面的數字的 好像四的平方根一樣 由於二乘二是等於四 所以四的平方根就是二 咦, 二的平方是四 而四的平方根是二 那平方根不是跟平方根剛剛相反嗎? 沒錯啦, 不如考考你 那邊有個人 他在額頭前面寫著三十六的平方根 那你說, 他的符號的數字會是多少呢? 三十六的平方根? 究竟甚麼字成等於三十六呢? 啊, 六乘六就是等於三十六 即是說, 六就是三十六的平方根 是六 你就是數學狼子? 不要抓住他 甚麼事啊? 幹嘛抓我們啊? 數學狼子 你又說我們離開了平方角呢? 為什麼他的頭又有個一字呢? 你們的確是離開了平方角 這裡是平方根角 我就是這裡的國王 不過, 平方角派了這位使者來 希望我們幫他抓住你們 這些是我和平方角之間的恩怨 好像跟你沒有甚麼關係 你不知道 我們兩個關係一直都很好嗎? 我和平方角角的關係還很密切 你看 我的頭積上面寫著一的平方根 一的平方根也是一 和一的平方是一樣 你就可以知道 我和平方角角的關係多麼密切 是的, 當數字小的時候 我們就說可以用心算 計到他的平方根 如果數字大的時候 我們又應該怎麼做呢? 可以把數字拆細來計 好像計四百四十一的平方根 我們可以把四百四十一 分拆成九乘以四十九 即是三的平方乘以七的平方 平方和平方根互相抵消之後 就變成三乘以七 所以四百四十一的平方根是二十一 看來你的數學都不錯 我有一個難題 如果你能夠幫我解決的 我就放你吧? 儘管試試吧 我們皇宮裡有兩排士兵負責巡邏 前排士兵排成十五行 每行有十五人 後排士兵排成八行 每行有八人 先後在皇宮來回巡邏 不過我覺得這樣不夠氣勢 我想將這班士兵合併 變成一個大方陣 究竟要分多少行 每行要多少人呢? 很簡單 前排士兵有十五乘十五人 十五的平方就是二百二十五 後排士兵八乘八人 八的平方就是六十四 所以士兵的總數就是二百二十五加六十四 即是二百八十九人 如果要將二百八十九人排成一個大方陣 這個方陣每邊的人數 就應該是二百八十九的平方筋 由於十七乘十七就是二百八十九 即是二百八十九的平方筋就是十七 所以這個方陣應該是十七行 每行十七人 喂 你在想什麼呀? 不知為什麼 我覺得平方角的士者很面善 啊 我記得了 那天我朦朦朧朧朧 看到那個賊 頂帽的數字是三位數 八位數字是二 個位數字是九 額頭前面寫著一個 兩位數的平方 各位同學 你們知不知道這個賊是誰呢? 這個士兵就是賊 大家快幫忙捉著賊 又大人同學捉上去 捉上去 捉上去 帶這位浴士回去療傷 是 皇上 高皇 這位浴士沒事嗎? 他們老受了震盪 暫時昏迷 要一段時間才醒來 但他頂帽被人拿了 我想幫他做頂帽 但他現在暈了 我們又不知道他頂帽的數字 怎樣弄回給他 不用擔心 他額頭前面寫著五百七十六的平方斤 我們可以計算出他頂帽的數字 但很難計 如果用估值法去推算 其實也不太難 我們首先把範圍縮窄 四百的平方斤是二十 九百的平方斤是三十 即是五百七十六的平方斤 是在二十和三十之間 我明白了 那我們再收窄範圍 二十五的平方數是六百二十五 五百七十六是介乎四百和六百二十五之間 所以五百七十六的平方斤 是在二十和二十五之間 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裏面 只有二十四的平方數是六字尾 所以五百七十六的平方斤就是… 沒錯,就是二十四 二十四? 難道他是我哥哥? 原來他真的是我哥哥二十四呀 原來你為了查出誰是賊 才喬莊運進來平方斤過 沒錯,由於事關機密 所以我沒有事先跟你說清楚 數學王子,這次真的謝謝你 全靠你的幫忙 才可以揭穿賊的真面目 不用客氣 時間差不多,我們要說再見了 再見 數學王子,我想找你幫忙 蛤?又要幫忙? 走